大家好,我是清潜 我们网购回来的鱼 如何放到缸里面 提高它的存活率 首先分三点 第一点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让它先适应我们室内的气温 连着袋子 将它放在我们要养故的缸里面 放个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把袋子给剪开 剪开 让它适应我们养护的 水 我们可以分两三次 往这个 冲了氧气的袋子里面 来灌水 先让这个鱼 适应一下我们即将 的这个 养护的这个水 看它原来就是 有一点点这个 有放了一点点水 和打了空气进去的 我们就把它挂在我们的这个 缸边上 一个小时之内 就是慢慢的放 当然如果我们有 那种小水管的话 也可以用小水管 或者是氧气棒 静静的放 我们这个是无法养鱼 就不用氧气设备了 就直接 大概放一点进去 看 我是准备分两次 一个小时 先放大概 把它的水 加到这个袋子的三分之二处 等再过一会 再放一点 大概差不多 静置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 要捞出来 这里面的水 就不要要了 因为它养护的那个水 和我们的水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呢 弄完之后呢 放进去 捞出来之后 放到里面呢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个鱼 在运输过程中 一般都是 有两到三天的运输时间的 在路上可能 状态有些会受到影响 会产生 环境会突然增加 发生了变化 然后就是 我们放到鱼缸里面去之后呢 就是 两到三天前期 不要去给它喂食 这样子 让它先 适应一下我们新的环境 养花种菜 养鱼的亲切 如果喜欢 我记得点赞 收藏 转发 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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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